好了,刚才我煮饭的话呢,15分钟之后 而且我用了这个重叠式的煮法 重叠式煮法呢,就是下面我煮的这个肉这个汤 跟上面的这个饭是同时煮 这个叫做重叠式煮法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15分钟之后呢 看一下这个饭煮了怎么样子 哦,哇哦,漂亮 然后呢,我们就再看一下 你看到这个米是可以蘸起来的哦 这个米是蘸起来的,看到没有 是一粒一粒分明 然后呢,我看一下这个 看看到底有没有去 有没有沾锅 有没有沾锅 看一下,好,沾一下 哎呦,它这个锅会 会跑 会会会会跑 没有沾嘛,对不对 是没有沾啊 大家看到没有,没有 没有粘锅,没有粘锅 所以这个煮饭非常的简单 15分钟 放水之后15分钟就可以吃咯 谢谢